詞曲 李宗盛 四周兵论师 各位典论师 各位前前 各位年轻 年轻的妻子 大家早安 刚才 我们前人慈悲 真的是有点多的期待 希望我们年轻的下一代 能够继承我们这些道路 我们前人慈悲 在我们王老前 悲空之后 他就承担这个重念 而且他积极的 在开创这些道路 尤其在年轻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的一个中正祭祝堂 有几番祭祝的一个大典 这个也是团结我们一贯到各主线 所呈现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 祭天的一个典 所以说受到各界的肯定 以及最近我们这一次到大陆 就是两岸 联合祭空的这些大典 就是受到大陆方面的一个战胆 所以文化交流 他们真的是 非常地翻译 所以说我们宝康医生 在我们王前人的领导之下 真的我们是有跨越主义 所以说他也希望年轻人 能够这个经济 在这个修办这方面 能够更加了解 尤其能够投入 刚才他也宣布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学词 如果愿意进入那个 政治大型的宗教研究所 还有这个我们大陆社科院 的一个宗教单位 都可以去申请进去 我们宝康医生 千零慈悲的都会滅我们 能够去这个 占尽兴 将来能够投入道场 这些一股可不知的力量 看到有此 真的 他们这个年轻学词 心心向你 我们宝康医生 道场 不大也不小 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个规模 也是感谢天师的 两位老千亭的慈悲 还有很多的千亭大的 勇气共识 还有今天 真的有庄严 非凡的一个道场 所以我们大家要珍惜 那或许也非常荣幸 今天 今天 这个 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我们公关处 这个 每年年度 这个课程里面 能够帮大家 来共同这个上演 那或许也 那或许也 其实 这个 也是拆除血险的 很多例行也不足 不过我们 也非常的这个 珍惜 我们今天这个一年 看到我们 大家年轻一辈的 都在道场里面 多多少少 都在参与 所以说我们 对道 也是要 有所体认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 不会变成迷信 而且在修办这一条路 是硬实硬硬 实败是乱世 是莫法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 难可 这个 起眼 能够来求道 就是在道场里面修办 可见 因缘呢 就是 累劫而来 所以说今天呢 霍协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报告 就是平民 本来我们公关之后安排 是什么 是什么 可以修办到 是什么 但是霍协 因为也这个 好像一个位前了多少 这个课本呢是 蔡田园是要上的 她这个 台北人每一个月 都有一个总办的 她要上个大学的课程 所以说王远是慈悲 叫霍协 来跟各位 来解言 霍协这个讲道 老实讲 有人感到说 我也会讲 其实讲道我实在是 不会讲 是恭敬不如从命而理的 所以说 遇到讲课 我也是有点压力 但是也不得不收 所以说 我跟这个 王远是报告 不然的话今天呢 这个 霍协也就是 任意写一个题目 但是 也是跟各位有关系的 她就比较 这个讲的比较 比较顺畅一点 那这个王远是 指费都可以再给大家 所以今天霍协 可以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 来谈谈 这个修道过程的一个感言 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谈谈这个法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来求道 但是不简单 还可以 过程记得 在文理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 招而闻道 细始可以 你说道输声不输声 过程先 刚求道的时候 听讲是在讲三话 才了解我们今天 祝开天辟地 祖会开天 所会辟地 到隐会生人 我们人到现在 这一年会里面就是六万多位 现在就五位交辟地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 目的就是什么 要求这个道理 求这个道理 才能够离苦得乐 才能够了生死 不然的话人生是没完没了 那么在道德经里面 也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道德经的道奥章 第六十二章 老子也说 立天子 四三公 谁有广幣 已先是吗 不如坐进十道 你看他还讲 即使你立天子 而且你有站在天子那么一个尊贵的位置 人生最尊贵的 人生最尊贵的是什么 当房地人 当天子 就是立天子 智三公 古说有三公 古说有三公啊 就是诸佛 三公啊 也是一样 有前卫 这个叫做卫 一个就是尊 一个就是卫 还有拱臂 拱臂就是呢 即使你再尊再卫 再富有 因为 而且呢 已先是嘛 那些皇宫贵族啊 或者皇帝要出行的时候 你看他们可能说是坐车啊 前面有四只马在拖啊 这带着一种权威 所以即使你再有富贵再大 前身再大 不如坐进十道 所以 这个道 很难求 你要修道 也不容易 佛经里面呢 有一句开经记 美国的佛经里面呢 那开 这个开始的时候就 就有四句记 这个开经记 他讲说 无上圣生为妙 百千万劫也行遭遇 无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无来真实意 这句话是谁写的 唐朝说的古则条 所以你看 佛陀所传的佛法 你要遇到这个佛法 能够修行 能够开悟 能够了生死也不容易 所以说可见的 能够修道 能够办道 能够替天办道 这个是何等的殊胜分尊会 刚才讲的 你求道之后 能够修道办道 就是要了生死 所以历代的一些什么 圣贤先佛啊 还有一些修贤人啊 都遗生啊 都避其一生啊 就是佛陀所修道的安慰 所以古史卧有一句话 这样说 他说行今世间天佳路 唯有修行不悟 所以行行出状也没有错 但是呢 只有修行这一条路 都会耽误 所以说我们今天 能够有生之年啊 像各位这么年轻 就能够在道场里面参与 这个修办的工作 看起来很简单 也不容易 因为社会外面啊 很多的引用 都是相关于那种追求 相关于攀念 所以大家能够回来道场 能够参与这些 这个法会的开班啊 不容易的 所以说过险 跟各位一样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 在道场里面就接触了 所以今天 后期也借这个机会 来谈谈个人 在这个道场里面 参与这个修道 然后在半道 在这个修道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能够提供各位做参考 一路走来 我自己的心得呢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简略了啊 说我过去的一些 到现在的一些构成 各位大家来 报告一下 过去也是在民国五十七年 我五十七年求道 我求道的一年啊 是因为我父亲 那我父亲啊 他们在台南 就已经先求道 然后求道之后 一年成熟 要在我们那个村里面啊 要开设国堂 本来是在 要在我们的家里面 开设国堂 但是因为我的祖父啊 他不可能给我们设 因为我的夫妻 根本啊 跟我的祖父说不上话 而且常常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常常都被爱骂 那怎么你跟他讲这种 开设国堂的事情 他会接受 所以说我的父亲也不敢 设在我的家里 结果这些设在这个 我们另外有现在一个 蔡志远副总体案师 他们的家里 开设国堂 所以那个时候 或许刚才在念高中的时候 所以大约在五十七年 那个时候 因为父亲的关系啊 开设国堂那一天 也有仙火灵堂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啊 那以前同兵 去刚求道的时候 是有开撒 这个主线有 但是北主线 他有一个技巧 仙火被献成烧毫 那个时候刚才不是 这个仙火灵堂 就是那个八仙 里面有一个核仙火灵堂 所以他过去就那天求道 那个求道的时候 当下嘛 我们是不是求道的时候有 有那个风表 就是我们求道有一个龙天表 求完道之后 又把它化掉了 我化掉之后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一双 那个整个表象 会像天 像刚才那千里慈悲一样 就是宋家的时候 在大陆那个九二八旗 的时候要宋家 这个 宋神的时候 那个阳光就马上露脸了 那时候我霍协的感受很伤 那时候我霍协的感受很伤 那既然向天天上好 就感觉到我的天气再现 所以霍协那时候 就感到说 真的是朝闻到夕之可 这个不是普通的道 我们每天就听道理 可是呢 真道来闻 今天不是上天是非 讲这个道 我们是闻不到的 你看此后面感叹 是不是 福祖是闻上可得而闻与 但是福祖是延线里天道 不可得而闻与 所以说霍协是那个时候 就来求道 那求道之后 我们是在我的故乡 就是我们的路主啊 霍协是住在路主 路主我们夏坑村 我们那个名称啊 我们那个村里的名字 很南天啊 夏坑村 还有小夏坑 大夏坑 不过还好啊 我们那个路是不错 叫大德路 所以霍协是 这个也是农村主定 所以五十七年的时候 都在互乡 就求道 所以我们不久之后 我们上天慈悲 那个火堂 叫天祈火堂 天祈也天孤 就在那边求道 那霍协是五十八年 我就去当兵 当兵的时候 我是当县兵 当县兵 我是一百四十三提示 一百四十二 那当兵的时候呢 这个 也是那个基年 因为 或许在当兵 所以我们外出 我们外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工作 或者去外地求行 或者去当兵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个火堂 不然就把你放掉到哪里去 所以霍协五十八年 那年底就当兵 我去当县兵 那县兵的话 那时候受性很严格 不霍协那个时候就成熟 我也是 被人家修理得了 真的金光散散 不像现在的当兵 每天都经济教练 我甚至于 我还是什么 还去县兵教练 我也是医师官又是八起 那时候我们 这个 也学习点拳 八趟拳 八几拳 还有六宿拳 也是跆拳 还有县兵里面 还有勤啊 甩胶多刀多脚 统统有 不过我们出事 也就是理会不过搞错 身体要比人家健康 头脑也要清楚 所以不要有切施啊 所以说那时候当兵 实在是 这个考验是蛮多的 但是也很巧 或许在当兵的时候 就是 我们老千人啊 刚好有这个 老千人啊 他有一个子儿啊 不晓得 他第几个兄弟的儿子 就是王秋青 因为或许在县兵学校 受信款之后 又回到县兵中心 当教育班长 但是在县兵中心 当教育班长 我没有带县兵的 我全部都带检查 所以我曾经训练过 两滴处的检查 一滴处的检官 本来我在出宿啊 我只会看他们检查 也没人出宿 那我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帮忙 结果没有一个检查出宿 但是 我们九个班长里面 我有办法 六七个 都在我们中战事里面 都出宿了 我有办法 所以本来这个当兵的时候 出宿很困难 可是当教育班长之后 那县兵都会给我们煮啊 那很轻松 所以很多人也是上天慈悲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 别的班 有一位 邪兵 刚刚就是老前人的侄儿 他们也去当救他 他说别的班长在跟我讲 说哪一班的邪兵 他说他们的事实啊 事实啊 事实啊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的钱 其实我都不相信 然后我就 那一天啊 那时候刚好是轮到我执行 然后我就请他来 我说了解他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结果我跟他谈了一下 哎他说 因事实而起 我们的老前人啊 那我很高兴 本来我站在那个金钟里面啊 磨练很辛苦啊 每天也不少无畏啊 我求你 那时候又出事了 如果放假的话 有个佛堂的地方 那多好 我可还可以独人去求到 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请他 我说今这个礼拜我放你的家 那你带我到台北的佛堂去 结果他 他 那礼拜天啊 他又带我到台北的天生后堂 其实他本身也没有在接触过他 他是透过他一个堂景 就是现在在浩然泽 当前人又往前人 那也是老前人的所难 他刚才说 处在我们天生 台北天生圣堂 后面的一条件 他去找他 然后这个黄前人才 带我们来这个天生圣堂 我是这样跟天生圣堂接受 所以说很多人的经验 那么大概在61年的时候 我就退伍了 那么退伍之后 我就进入南亚市交公司 南亚市交公司的话 我本来是考进去在高雄那边前政场 可是没有到两三个月 台北泰山那个灵口场 又新建了 要一批人心上来 那么我们这些新建的脸 又要变调上来 所以我又因为这个基岩 又跟天生圣堂 结了不解基岩 所以说人生 你看 我也不喜欢离相略解 因为我在互相 肚足啊 哇 那边那个道歉 这个我们环境都不错啊 这个离相略解 你看什么都是有困难的 所以说从此之后呢 那霍学就在北部 因为上班 里面就是 这个在天生圣堂的 这个道物里面呢 参加这些 这个道场的工作 那么霍学从民国57年求道 到现在民国几年 103年 那么前后算起来 也有40多年的历史 差不多46年嘛 时间也不算短啊 但是收藏不长嘛 也收藏不短 也经过人生一大半 然后现在也是65啦 所以以前我小孩子 都很年轻很偷啊 还是黑黑的 乌黑黑的 现在白了啦 常常 死不活已 像当时我们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当 都高中的时候 18、9岁而已 这道场里面也是蛮有活力的 我不输你们啦 我不骗 我每天脑筋在想 就是道 所以说人生就是个样的 改变我们的人生就是道 道是我们身边的情景 师尊师母是我们一生不贵 不贵 不能够啊 诸法不长啊 人生很短暂 所以说我们应该趁着有生思念哦 好好把握 人生要活得有意义啊 那我们看要怎么活的 所以我们 今天有这个年啊 大家来 这个 这个 共节就很善良啊 那我或许就 啊 来提出啊 这几十年啊 或许的一些 啊 修学的 修道的过程呢 我的感想呢 啊 跟大家来互相美丽 大家个人的感想 个人的感想 很多啦 也有不同啊 啊 但是我是一月的 啊 借这个机会的时间上 也有限啊 啊 啊 来提出几年啊 啊 跟大家来做参考 啊 第一点就是啊 我们修学的过程 第一个 过学正会啊 就是一定要接近过他 一定要接近过他 或许跟大家刚才有报告过 嗯 我们在家里 我们求到之后 修道人在家里 他们都求到之后 因为同村子里面的沿路 那个菜户长 我们在家里面的沿路 跟我们家里面的沿路 跟我们家里面的沿路 所以过节这四堂去沿路 所以过节这四堂去沿路 当天求到之后 我对沿路 我对沿路的 都唱会去 包括开班的时候 后学都有去 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摸出世界 像当时我们 我们关帝圣经 那关帝圣堂啊 有两位前辈就负责 以前那边 路逐下坑的这一团 这一团的道路 就是有那个王 王总典传师 还有谢总典传师 所以后学的典传师呢 就是谢总典传师 他对后学也是非常的慈悲 无为不自的照顾 后学到现在还是很感动他 所以我求到之后 我在大舞场里面 我也是市场参与 包括人家在求到的时候 上下中有很多会做 表人都会会写 那个礼节方面呢 照头条里面呢 你自然就会有东西参与你去学 而且道场里面呢 有很多什么事情呢 什么信息呢 就是第一 第一手能够听到 还有什么工作给他 能够有机会去看 所以说 后学离开那时候 五十八年前当兵的时候 那么 因为到台北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我也是跟我家里的人讲 不要跟我会合 人家能够过我也会过 所以我出事了 我们都跟他们一样 那如果有外人生大人 一路飘飘 那坐车就回家里了 还有五百岁的回家里 那也看一篇就回家里了 所以我们那边勇敢地回家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台北来这个王先生的介绍 到天生圣堂 后学一次很有心理 我度很多的检查 去花一支求楼 我一周见头 我躲在那里了 那个时候也刚好 因为我们头班 头牌的第一班的班长 他也是花一支道歉 不过他比莫学更慢 我去的时候才带动他素数 所以我们有时候 他也在现在回向前 他现在是有什么点难吃的 他说我们 那时候我们两个 因为我要带动他 每天在线下 我做上枢与他做下枢 那我们这两个素数 很可爱 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天生圣堂在哪里 我就带他们去 花一支求楼 他们还叫我是当银保师 我说我不要当 我们虽然是通教育部的 但不投学校 功德里面 但是我听明白 那个讲章话很厉害 所以我这人也许他 许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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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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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要讲的 要整齐 好 好 所以你看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 现在的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鞋平 我们当天都看到蝎鸣的 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想着渡 虽然警察我们也渡 那时候渡了很多人 老实讲的很多人 那当时有一个马斗 马斗婚级 当局员的一位道歉 献坎的 他很诚心啊 都到义山来过 我在 泰山上班的时候 他都专程去找我 那时候很多都是 那个警察都渡上去求 而且很多人不发现 很可惜的后面的金钱 没有办法跟上 不然的话渡了的话 我还是有 有一两把的一个公布 所以说因为那个佛堂不知道 这我就是渡了连过这个警察 这个到法医祖去求 所以这个佛堂里面很重要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不要一扣熟一气不回头 所以老师也讲说 一天两天活在身边 三天四天活在天边 五天活天 五天六天活在七天 那七天八天活就不见了 所以你要接近佛堂 所以你要接近佛堂 你的心 才为了 离开这个保障 所以说 我们修道里面是不是有三不离啊 是不是有三不离 第一个什么 要不离佛堂 还有不离潜显 还有不离善知识 经典 这三样 善知识啊 潜显啊 还有千典 所以最重要的 不要离开这个佛堂 所以我们一万道里面所设的佛堂啊 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母堂 这是老乌等的 因为我们虽然是讲佛堂 是老乌的乌等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 就是归根任母啊 我们要晓得生从何来 死从何行 我们离开老母娘六万多年了 我们是不是要什么 回去我们的故家乡 这里不是我们的故乡 红尘非故乡 肉体非我生 爱河千楚霸 苦海万重空 所以老母堂 佛堂就是我们的老母堂 所以你看设个佛堂不容易啊 每天可以拜老母啊 可以拜仙国啊 所以设堂 就是要牵口 真的开设佛堂的人啊 才能够屁天半霸 才能够行功了扬 所以设佛堂的人啊 功德不良 人家设这个佛堂 人家设这个佛堂 你求道说 又不想要去接近 那你这个修道的念念呢 就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佛堂 又名叫老母堂 另外一个名字叫佛船啊 是不是叫佛船啊 它是什么啊 天命的慈喊 所以我们有这个佛堂里面 你看 因为你 我们开证这个老母堂的佛堂 因为现在的什么 你们是僵尸 所以有时候什么 有这个佛堂在那边的话 就鲜火吃藏殿堂 对佛堂堂 对佛堂堂 所以说 有这个佛堂之后呢 可以引渡众生来求道 所以这个佛堂 它是天命的事 它是传道 礼佛 奖金 协这个礼仪 还有开华会 以及道经的机会的场所 所以开设佛堂啊 对修行注意很大 所以你两个开设不可能的心啊 不可能 对一个地区的化成影响很大 所以你看刚才有钱人十杯啊 大陆开花 所以很多去开设那个田 就是佛堂 甚至于不行的话 当初去开花的话 就开临书佛堂 有这个佛堂才可以拜祀啊 这个直接就是命 就是有天命在那边 所以开设佛堂啊 真的是对我们修道的 这个帮忙啊 非常的大 刚才讲了 有仙佛的扶持啊 佛光普照 所以 所以 来到佛堂之后 我们会正气充满 而且接受佛堂的 慈光 得一个品照啊 我们时时刻刻啊 都与佛堂啊 同在 所以我们半道的话 就是什么 一心修完 所以说跟仙佛跟诸佛菩萨 跟朗姆的心系一样 替天般道 所以我们人心跟天心啊 它是一不舍入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有开设佛堂的话 家庭平安 修道也容易成就 我们才 因为离开佛堂之后 我们修道就不容易成就 所以刚才讲的 来到佛堂之后 依照我们这个道中的礼节啊 我们就是 见偏地 还叫理神灵啊 就是见偏理佛 这些都是什么 在修心养性 所以对我们的修心注意极大 有这个佛堂又可以度人求道 那功德更是非凡啊 还有在道场里面啊 道亲的来往 我们的招待 还有接送 你看我们佛堂里面呢 道亲来的时候要什么 要端毛巾啊 要给人家见手啊 你看大家 你看道场里面和额气气的 表现那一种比 给人家的印象 就不一样 而且招待非常地亲切 嘴巴都说感恩 慈悲谢谢 这个当中里面呢 也可以我们作为 学习 为人指示之道 道场里面呢 又可以彼此互相接触一些道路 啊 精进我们的道路 所以说在道场里面呢 又能够呈现起后 广度的有言善性 啊 可以细活的会面 所以说佛堂啊 它是我们修办的中心 也是我们生命 更新成长的摇览 更加是佛堂是什么呢 接引众生 回到底天的一众桥桥 所以说接近佛堂啊 在修办道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啊 所以说 后学回想起来了啊 如果当天那个时候 没有接近我们天生圣堂 也许我的人生改变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这个心是善变的 所以我们接近佛堂啊 那个心 就是什么 会 这个向道会延继 那个道性会延继起来 因为社会是一个什么 展色感 所以有些人说 要跟土人家处理外国 要土人 尤其台北是万华土的世界 要说土人啊 你们都能够够够够够 所以佛堂是我们的什么 病后不改 也是我们的呢 一座灯塔一样 给这这样东洋的一些船 然后找到一个靠海 一个地方 不然的话 茫茫的大海啊 何处是威城啊 所以佛堂 或者是我们修道 如果离开佛堂的话 真的 你就会容易改变你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接近佛堂 佛堂就是我们的家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佛堂所学习的 跟外面你所学不到的东西 还有 这是人生的大学问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大家一定要有空的话 当然客人在客位上也是很忙的 不过只要你有限 有空的机会 有空的话 这个机会就接近我们的道场 所以说接近道场之后 因为我们讲佛堂佛堂啊 这个是有行的佛堂而已 所以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有行的佛堂 契入我们自身的佛堂 外面有佛堂 我们身份也有一个佛堂耶 所以我们的季工老师也讲过一句话 贾佛带回去 我们在设佛堂的时候 去英格、去玛林、马云心、佛像 去回去摆设 那个佛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是真的假的 他假的 所以老师给我们慈悲 贾佛带回去 真佛修出来 贾佛带回去 真佛要修出来 所以说我们 获学记得了 有一次 也就是好几年前 因为我们这一组县 好几年了 几十年了 连开刹都没有了 连开刹借条都没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心目 金庇佣、金庇佣 像以前我们还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金庇佣、金庇佣、金庇佣、金庇佣 后学有一次 我们台北的天生圣堂 现在的一个新的圣堂 还没有建 买一块地还没有建 刚好这个 华余子 一个 德卫菩萨那一边 他们的道场 还开刹过他 跟后学也很熟 就在那个乌来那一边 台北乌来 就是那悔吹雪佛的旁边 他们那边开刹过他 后学本来是不要去的 但是有一位检查 我们去看看 因为那时候他 明天台北有一位 叫刘沐总 他的妈妈那时候还在 但是胜变很严重 糖尿变 他那个腿 那个严重的都把它勾掉 我不晓得他心里 像是有成这个练头 好像说 是不是气色干人家社堂 如果说鞋头有雷堂的时候 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 就能够请示一下子的样子 是不是他也对小宝不是什么 但是后学是没有这个念头 那好吧 我是好像有四个人气 那我们也给他 了验一下 帮忙一下 社堂 我们也是 进门一点点的力量帮忙 社堂都是 虽然各主线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是进门一门去 结果那一天也是这样开班 那后学那天感受很深 这些人觉得是什么 因为或许是副农田囊师 还有另外一个副农田囊师 还有另外一个副农田囊师 他们是有领导田囊师 他领导田囊师的 他领导田囊师的 昏道是高中的老师 他们先生的树 他们那边到场 一位叫做五年庆博士 记得报纸 不是有一次的巷尘台风吗 有一个地下室的研究是 结果人死掉 那个都是他的班女 这个吴国祖 他跟我说 他把七年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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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他们的太太 都歪了 我也跪下去 我也跪下去 把他牵起来 我没有摸过 结果那一天我们就在那边 听他们有一些讲课 结果那一段期间之后 奇怪 有一个人好像怪怪的好像 好像说有一些外有的事情 就是好像那个 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其实他在翘手 翘手 要起来啦 要借俏 结果你停下来就起来啦 那就是赶快人家 他本来就道歉了去拿一些老师的 他们在穿着那三个 一只花生了 这老师就来 老师做一条步叫回良家 回良家怎么不懂 你要不要回良家 要回良家 一条是国语的 一条是台语的 祖母送给我 我们今天来到佛堂 也是回良家 回到老母的家 你今天时常回到老母的家 你千万在一个围殿堂 问你回到哪里去 这一条路太锁了 不会走错路 对不对 今天不是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啊 也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啊 是掩盖的 今天找到的这一条 你还不回去 还在这里留恋 所以我第一个强调 接近火堂 就是回到老母家 你要有这个观念才会啊 那个仙火一介绍来之后 老师走来走近了 整个窗场 但我们是搞不清楚的 结果老师走到那个佛堂的前面 他的伞子这样一摇一摇一摇 他告诉我们在座的诸位 你们要做什么 先活的后险人 那我们的社会 大家常见立委啊 议员啊 什么代表一大堆 总统啊 是不是 我们要不要想那个 不行啊 老师告诉我们 大家都是什么 先活的后险人 他走到前面啊 奇怪就是比这个样子 比这个人 他在那前面是 这边是我跟霍协 那个霍协跟那个刘总的那一摇 这边是他们的颠导点文师 那我看到他们那个颠导点文师 他跪下前面 那什么不好 那我也不晓得状况 我也看到我们两个 跟那个刘总 也许是说 我们这些颠导者 也是要好像先活霍协 就是给霍协这个一个榜样怎么样 他说所谓的佛 他说不是老爷爷做电影的 你怎么做法的 在生化我的肚子 不是需要做不做 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讲自性的佛堂 我们今天拜祝的时候 拜祝的佛要拜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想到 那再 再处理的时候 那个法会早上这样早上 班课已经解释了 因为老师不退校 其实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这几个 是跟他不同见的 老师又不走 不走我们就认他们 老师就过来 里面有事 说我就是事 其实那时候 我们台北的天生圣堂 刚建制的时候 是有一些 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你都买好了 你去哪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在讨论 他家里 他过来的时候 老师说 里面有问题 有事情很难 那牛母子就跟他请示 就是跟他 刚好就问他母亲这个事情 老师说 啊 他很气 他说 一切都是因果 不是为师不仁 他说 你应该自己签筑吧 那个刘武祖心 你知道吗 乞一下就在那里了 因为 他妈妈 肚子的女儿 肖子的女儿 处理一切 他现在都说 我们无功无重 有时候真的是要承担一些 老师就 不要讲那些 但是我今天点过这个 刘总一他心理上 心有所 他说 我感谢老师吃的 老师祝祝兵呢 他害臭 他怕他肚子 又丢占一丁 我丢占一丁 我用这 画画用这丢占一丁 您要求 老师直辈一线线算了 他就要顺利了 那个刘慧总 因为他的口语还比我差 他老师说您要求 那个刘慧总跟他讲说 我要的是那个 那个佛桌上面 刚刚刚那个我们今天那个社会 有一个很大的奉铃 他说我希望那个奉铃 老师说你要奉铃干啥 他说奉铃会奉来吗 会奉来吗 他说你要奉什么 他一直问 有种说老师直辈你再问 他问我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讲 他的意思就是 他没有偏心 陷阱会奉起来 他说我要挂挂来 所以刘慧总他也是没有实习 他说我会奉这奉来 想说老师会自逼 这奉铃会奉起来 老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 好我送你到这里你要接得住 我送你嘛 你以为我把家里开才可以 把那路完完就会死 你以为我从今天把膜开 他就跟他讲 你要好好看 他说水掌船高溜溜 他说水掌船要抵 就是你要抵些家 好好的照顾 你一片狗血 他是排第一位 他说他后铃 结果排第二位 排第二位来就告诉我 他说你要什么 他说完蛋了 我不相信 我突然要去我这一天狗 我老师尺寂 我想想说 十点二十 十点二十 二十点二十 二十就跟他 无言丢了 我不知道 我刚刚报备出来 红涌嘛 那冒出一句 啊 老师尺寂 不然那弟子 水掌 我说这不是水掌 没病 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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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那个佛堂里面 那个顶头 骨头的那个顶头 哪里 端一碗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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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盐 那个 这两个拜名 端一碗湯盐 他叫我酸 叫我酸 那个湯盐就几个了 我没有 那个咸鸡也不知道 我说我把这一天 我把他伸进来 几颗 十颗 那就老师就跟我讲 十方盐 你懂不懂 到现在 我还不清楚 那个盐 是言论的盐 还是盐满的盐 王独五言三言 他告诉我 出方的 你懂不懂 我也没想说 弟子 懂 那这样还没有谣 他还有什么 还去拿五盒苹果来 祝福你们 平平安安 老师很死 上班铺构 要让你们 大家平平安安 那到最后 他 还去啊 那个 下面的拱桌 会摆一位 那 落花生 有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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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包来 他走到我跟那个 刘物总的前面 他告诉我两个 这一包 送给你们两位 特别送的 我特别送的 他说 你们知道 他指这个刘物总说 你知道 太子我说 您也知道 为师也知道 我们彼此三个人 心照不鲜了 那我说 他只是讲 当然也有咸鲸 他说 你们把这个 花生鱼带回去 这个花生鱼 带回去 撒在那一个地方 就是你知道 他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们就 心照不鲜 花生 吃完之后 花生鱼 不能丢掉 特别交代 撒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 他说 刘总知道 我也知道 老师也知道 我们彼此心照不鲜 不要讲这个样子 那我当然知道 我就特别跟他讲 因为我说 现在机会来了 不问的话 我帮忙做了 我要做招包 我就请示老师说 那你是不是要撒在 我们那个新的佛堂的建立 那个地方 老师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不要讲不讲啊 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佛堂 如果没有天命的话 老师都不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是佛堂 是天人一贯的地方 是天命的死寒 所以我们求 从外在的佛堂 要进入内在的自信的佛堂 所以外观佛没有关心 所以假如带回起 真佛秀出来 所以记得我们的季公佛堂 会讲过一句话 我季公 帽后 邪后 载后 载后 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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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走上 佛堂 心继 你继 我继 万物继 物则见真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佛堂 就是我们连一根的佛圈 我们都是老母娘的那种佛子 所以接近佛堂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 要在大厂里面 这个会面能够永续的 你修到这一条路 能够保住长久 第一个 一定不要离开佛堂 因为我们第一节 这个写诗比何诗 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第一节就走 这里解释 好 谢谢 在 三 OK 我们感谢 在 有 有 有 三 好 请坐 请坐 好 我们继续这一节 听说到十一点时时了 我们也要继续讲下去 或许刚才第一节课 跟各位 跟各位 这些年轻学子们 互相勉励 我们大家一样一起勉励 就是一定要 接近佛堂 这个佛堂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庭的地方 所以来到佛堂 大家相处非常的愉快 所以说 市场接近佛堂 我们会 滑下才满 第一个重要 候选 个人的看法 最要参与 就是班旗 好 谢谢 所以西雄要参加我们物团里面 有一个班课 法会 有空的话 多多参与 或许也记得我求到之后 好像我们那个佛堂 也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开班 或许有空的话 一定会去除非 考试 夜考 什么考 此此之外 我对佛堂跟参加佛堂的班课 也变成我的生活习惯 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说 我认为 大家能够经常参班研究 才能更加了解大道的真理 也会解除我们心中的一些疑惑 更加能够通达因果报应的道 这些道路都是真理的法则 没有离开因果报应 所以很多人要深信因果 不是相见而已 深信因果 如是因 绝对是如是果 所以菩萨是未应吗 反复才未应 所以我们都在因应修行 将来如何 你要当下要更严 世间万有的现象 离不开因果的关系 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当下 都是因应果 跟我们的业障有的关系 跟你的业力有的关系 所以修行要国面业务 而且能够兼募对道的现行 所以老师不是讲说 不允礼天修道 那拿国面业务 修什么道 所以我们常常听 人家讲一句说 是道则兼推道则退 你不晓得道什么是道是什么 你什么是四道之间 会道之间 会凭什么 太乖 就是你一定要通达无奈 一定要免礼才算修道 如果不免礼呢 叫邪道 那如果不免礼以前 叫做合同 免礼之后一礼时修 才真的修行 不然的话 我们在学生怕疼 不算在修道 不算在修道 他跟幼稚园都谈得上 所以说老师说 不允礼念修道 所以我们要晓得开班很重要 先我曾经慈悲 开班的宗旨是什么 开班的宗旨 第一个要减化人心 我们的人心贪婪 我们的人心虎化 所以现在的人你看 世慧之心潜如 修恶之心里大胆无处 人之所义意义秦颂而起息 谁讲的 不不不不 所以我们如果不免礼 不在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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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禽兽差不多吧 什么禽兽 医患禽兽 无地乎有警察复免 所以你看 我们身为一个人 忍者天地之心 天生万物以人为贵 我们要顶天地地 做个怎么样的人 你若不来允礼 你不可能是允礼 所以第一个要减化人心 第二个什么 启化良心 我们的良心都无地 你会贴还 有而不知啊 有人说良心是一个事 一个要不出事 所以做事都没有良心 所以造下了无边的注意力 所以地藏菩萨的 本念经里面的他讲过 难言无提的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难调难辅啊 所以我们今天开关的中心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净化人心 再进一步才能够起发你的良心 再进一步才能够起发你的良心 修道要增进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开关的时候 慢慢地听见过这些 还是工资的主意 真的我们不晓得到是什么 不晓得什么才是到 修道的意义也不知道 慢慢听经文法 常识心修一门深入 你才能够有所获益 不知在听这一次两次 法语也不知 尽力鼓鼓你的道却 让这个真理再教义 道学再充实 所以我们去那 如果没有研究一些独合 像是我们自己 这个道 能够先得而后修 你不便宜怎么修 不是得到就可以回去 我们六万多年来 还有很多的什么 异常 很多的行性 你要公言国满 你要替自己报道 所以修跟办是一体两类的东西 得到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责任 所以说 一定要充实你的内的 然后品列品性再再修炼 所以修道 要改变自己啊 你才能够感动别人 你要感动别人 第一个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个性 所以我们才知道 构险就是命運 幸福就是肩膀化 所以一贯道是百年之急的 就是帅向道 我们不要再来比 过去是死也 给你抵抖了 才真的出事 才是真正的我 现在的我 不是原来的我 美情是我谁是我 生我只有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之无 可是何眼朦胧都是谁 请问你是谁 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今天啊 很多的假面经 不是看不到呢 也是看不到我们真正的自己 这是我们很多的实现毛病 我们的品格 所以行动来业之中呢 就是呢 德性的问题 品格的问题 一定要修炼 修心厌性 然后才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 改变我们的一些不良的行为 我们都有不好的行性跟过去 但是有没有把它改正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未来种种 譬如今生 所以想到喔 随时呢 改变自己 向上提升 所以我们参加班课很重要 那么 过去呢 以前以前 我们的开班 这份 差别就会有分配 或是以前 我们这份来讲 以开班来讲 现在来讲 那这份一般的什么成全班 有没有 都每个固定时间 好像是每个礼拜都有嘛 固定的成全班 还有现在我们教务处 有一贯协制 古连的 这个也可以参加 还有什么 还有监点班 研究研电 再生一种 等等很多了 我觉得我们的班 差不多是这几种类型 还有固定的一些华会 像我们台北的什么 新民班 新竹签的啊 固定的 像我估计一样 我记得天准 圣堂他们每个的 都还有那个 团子班 都担作论流出钱 那一半都乱成功 但是早期的时候 像我那个时候 民国武士纪念秋道 大部分都只有成全班而已 新竹签 新竹签以前 不外研究一些什么 圣信 混文啊 圣信里没有研究过 以前没有什么 就先头如果有批信的话 那些经理就直接 有时候开班的时候 那讲师啊 那些钱钱啊 会拿出来为我们慈悲 所以 早期的时候 对那些圣信啊 蛮注重的 所以先头一些讯息啊 或者是 要指示一些问题啊 那个圣信里面呢 都会 说出来 所以 那时候在研究的话 这个圣信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客人 除了这个 这个宣佛的圣信里外啊 还有一些道书 以前我们研究一些 读中的一些 以前的道书也不普遍了嘛 比如后学记得 以前研究的一些东西 性语提示 道义疑问解答 这一本是我们没看过 那就是我们 那就是我们 专门的一贯道 那些一些 读里的改修 后学记得还有一本叫 反乡角落 那个时候 有个王朝前男师 在设备 其实那是在说 10条台湾 那就是反乡角落 那后学度有学 都说 不然我都会讲 我能够学到欧边团 那不可以 那我就参加这个班课 还有什么 黄母 黄母呢 实践 这本是有些要看 黄母文字世界 还有后学常常 以前 新道经 一看一本 这42品的 英国路 英国路 所以 这基本的 或是普通都有这个国家 还有研究经营方面 比较普遍的 后学比较熟悉的就是 金刚才还没有 那时候 我们当中 我们就是在研究 我们李先祖 注决了哪一本 协庸 潜言新主 或是一个研究是这样的 航庸 大协中 要给李先祖来注决 潜言新主 那另外还有什么办 最主要的还是什么 有一个招呼 我招呼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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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 有一个三招的研究一招 所以今天他要出于 你要赌入买法庸 你是不是要赌入买法庸 你先赌入买法庸 先赌入买法庸 先赌入买法庸 我感觉 要做一个工师 像今天我们的教授 里面 要培养 讲师 要培养 讲师平平 第一点 那就是 三宝一定要锁链 而且对三宝的道义 一定要贯通 是不是 所以我先父亲来 他会相信 讲三宝的人 他讲得好不好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一个讲师 最起码要 这边讲师讲人以前 普通农业连钢三宝 后来那时候也有 后来那时候也有 对这个道理研究之后 步心求到人之后 那里面 那也是要 要赌人的求助 是不是 赌人求助 那里面就是有讲三宝 三宝是很殊胜的 所以我们努力力求求 你应该ros尽 那里面就是 为什么 你已经没见到 那里面就要